由徐凯 白露合作主演的年代热血青春剧《烈火军校》近日正式上线了 剧主两人是萨爽英姿 戏外徐凯和白露却被专业的军事化训练折磨得不轻 《烈火军校》讲述了一群青春热血的军校学生 在乱世中与同学们共同磨砺成长 最终保家卫国 实现爱国理想的故事 徐凯饰演的顾燕珍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 而白露饰演的谢湘本是一位有父兄爱护 无忧无虑的少女 在哥哥意外去世后 他毅然决定投身革命事业 剪掉一头长发 女扮男装化名谢良辰进入军校学习 我本来也没打算给自己留后路 《烈火军校》 我觉得就挺好的 然后就一次就好了 不要再有下次留头发太难了 顾燕珍和谢湘在军校相遇 并且成为了室友 截然不同的个性 使他们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 与此同时 负重跑 剑道 野外拉链等 各种军校严酷的日常训练 也让他们苦不堪言 就是我们早上七八点到天黑前 首先长跑是有的 还有一些起步 还有一些服务程 杨幻起坐 一些体能训练 一些都有 除了要克服生理上的困难 主演们心理上还要承受不小的考验 对于白露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要数 谢湘在野外拉链时 失足掉进深坑的那个场景 为了拍好这场戏 害怕虫子的他只能窝出去 那个洞里面 只要你能想象到的虫子种类 全都有 全都有 你一下抱出来什么都有 什么蟑螂 蜈蜘蛛 什么蜘蛛 什么全都有 飞蛾 镜头从我的脸拉上去 拉出那个坑 那15秒钟 是我觉得我人生中最煎熬的15秒 而徐凯在拍戏时 也同样遭遇了不小的惊吓 第一次拍摄爆破戏份的他 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因为太危险了 全是开枪啊 炸点啊这些 这么大个包 火包这么高 全是火药 那个火能崩得比我人还高 就有时候跑的时候 怕跑偏了一点 你也会受伤 记者彭天娇 李培志 北京独家采访报道